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袁弘历 在此 德国的司徒加特 在我的学校办公室 什么学校 太极拳气功学校 我在这 又和你们探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颜色 什么颜色 皮肤的颜色 黄种人 全世界许多国家的人 都称中国人为黄种人 有意思的是 中国人称自己也是黄种人 今天我们就探讨这个议题 如果你是中国人 你认为你是黄种人吗 我就是个中国人 我生活在德国已经26年 在中国也生活了很长的时间 一旦有人说起 有关中国人的肤色 皮肤的颜色 我就会有很大的问号 在脑子里闪现 黄种人 我真的没看到过黄种人 在我的周围 都是一些德国人 所谓的白种人 他们对我说 他们也没见到过黄种人 在我的家庭中 我是一个混血家庭 我的儿子女儿 最小的儿子女儿 是混血儿 他们的母亲 是个德国人 我们的儿子出生 我们的女儿也是一样 从出生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在他们皮肤眼中 发现有什么黄色 世界上有黑色人种 对的 这我见到很多 白色人种 我见的也不少 黄色 没有看到过 好 下面我谈到这个问题 就从我自己出发 从我身上可以看到 是什么颜色 大家请看看 呃 不会小找你吧 我脱衣服 这样能让你看得清楚一点 我的皮肤也正 我是中国人的皮肤 大家看看仔细 什么颜色 这是黄色吗 啊 别误会 我不想念自己的身材 本能已过了花甲几年 这个身材嘛 还算可以 值得拜谢我的那个职业吧 本来是太极权 弃功教师 这不仅是 呃 在这里 我引以为生 而且生活得很好 好 话归正在 再看看这颜色 有答案了吗 我们就可以问一下 我的那些德国的朋友 他们也都是我的学生 太极权气功学生 看看他们的什么想法 好不好 我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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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沒了我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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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現在 其實 那是 我可以 我可以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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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在上了 体 changes 。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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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 现在 好 再次 1 2 3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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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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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看到那个鬼头吗 我还不知道是什么 你没有看到吗 我说有红色的黑色 有红色的黑色 那是个小丝蓝的 我认为你和小丝蓝的 我认为你和小丝蓝的 我认为你那个小丝蓝的 但你还没什么 那是小丝蓝的 那是一个小丝蓝的 我认为你说 我认为你 不是,你还 suspect不�fend它是我 为什么说,你中逾了 就对白如泷石这怕灰狂,为了幸虽是没有肌 这有些人是人家的 这几乎是人家的 那是人家的 这些人是人家的 这些人是人家的 这些人都不合的 这个人是人家的 那些人是人家的 我相信你也有了 我也不知道 我从来没有见到 所以我会知道 你应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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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很清楚 Sneder有同一样的白色 是否正确的 是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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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同众的 是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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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的暗色 大概 是否则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有亚度施 同时 是的 对 是的 是 这边的 有两分之人 对 每个月的 多么少雨降ows平 那些时候仲ructured 但它是有很少的纳辰 如果每年都是这样的纳辰 我认为我们会有很少的纳辰 但是黑色 微的纳辰 我们也有很少的纳辰 我们会有很贵的面图 日本人有身体厚的露燥 積極的臭臭 足短的臭臭 只要几口丁 只是少少少少少分 这是不是的 但是我认为有很多老人 有些古代人 有很漂亮的表现 有很漂亮的表现 而且有相当的表现 是的 但是每个顏色 我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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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想说 我看不见了 不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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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吧 不是吧 现在我们可以说 有没有灰色的色彩 没有灰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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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错 好 可能如果他病了 是的 如果他病了 那是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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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听见了? 我的学员 他们刚才都说了 我从来没看见过什么黄色彩 中国人的皮肤不是黄色的 也是白色的 甚至他们说 在亚洲 也没什么黄色彩 他们都没看到过 我在德国生活那么长时间 在欧洲26年 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对我说 他们没有看到过黄色的中国人 那么好了 这是怎么来的呢? 这种印象是怎么来的呢? 难道我们眼前的东西 对颜色的分辨 有那么困难吗? 我在这顺便说一下 我并没有认为白色的皮肤 会比黄色的皮肤高贵些 没有这意思 我只是在那实事求是立场上 我只是说出我自己看到的 和我听到的 仅此而已 完全是由于太阳的关系 白色与黑色分成了两种人类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 不存在其他的颜色 白色或者是不太白 黑色或者是不太黑 存在着这样的皮肤的颜色 没有黄色 我没有看到过 如果 那么非要说 中国人的皮肤是黄色的 甚至中国人称自己的皮肤也是黄色的话 那么我只能给你这两个字 请看 色盲 对啊 全世界人都得了这个病 色盲病 其实色盲这种病啊 也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 因为它会和人带来许多 很多的麻烦 有的职业 甚至因为得了色盲 就不能从事 容易生 如果你把脸色苍白的病人 看成是脸色蜡黄的黄胆病人 那这就是物诊 那这就是物诊 对 这是物诊 其实啊 许多人都知道 中国人的皮肤颜色 中国人的皮肤颜色并不是黄色的 再就是从历史到现在 但是人们一直在这么说着 因此也就习惯成智能 不加思索的 网断中国人的皮肤 是黄色的 中国人是黄色的 中国人是黄色的 更有一种 所谓歧视 但有歧视眼光来看这问题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就是指鹿为马 不尊重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 也不想尊重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一切 这就是对政治议 政治形式 政治意识 把人力画在各个等级 在自古以来就存在着 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 如果过多的 肯定自己的独特性 和自己的所谓的优越性 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就是纳粹 这是德文 中文叫做纳粹 这就是所谓的法西斯主义 这是德文 在一个国家中间 有时也会把伦子各个等级 这也是非常悲哀的 这些呢 我要都把它写进去我的书里 我出版了五本书 全是德文版的在德国 我的书呢 在德国 瑞士 奥地利 这样这些德语国家呢 都能 他们的图书馆里 都能买到订到 在他们的那个 在就是那个网上 全球都可以订到 这些书呢 现在还都在流传 还都在销售 有的销路很好 已经到第七 第八版本了 这是呢 契公 专业书 红粒园 我的名字叫袁红粒 在欧洲嘛 人都喜欢把那个复名 放在最后 因此变成了红粒园 中文在这 袁红粒 这呢也是我二十年前就出版的契公书 到现在已经第七 第八版本了吧 这呢 太极拳 你看 太极拳 这本书呢 流传的也不错 也到第七 第八版本了 但是我刚才说的那些 这都是在我的小说里面 都对此已经有了 它的专业的认述 今天 我忽然觉得它 还有它的现实意义 这是我的那个小说 The Meister of Shanghai 上海来的太极诗 这本呢 是那个 The Temple of Glocken from Shanghai 上海的宗生 这本书 同样这个名字 有三个出版社出版 这是最大的出版社 Fisher 这是那个VVB出版社 这个呢 是Newenburg出版社 Newenburg出版社 一个同样名称的小说 有三家出版社出版 这在德国也不太多 说明它呢 还不错啊 我现在呢 想念几段 就是在我 就是上海来的太极诗 这本小说里面 的一个小小的章节 我觉得它非常有意义 对今天的世界局势来说 它是一闪的车子 像是一闪的车子 之一打浮渠 却上海来的空灯 前回到深度中 到沙滟之中 然后在关心上 那并现在的 territory 被火灯之中 道尾巴尼的一闪 之下 尖过像我一闪 只是一种很疑惑的和一种很疑惑的地区 但现在已经是一种小的小层的地区 但现在已经是一种小层的地区 不知了解这些地方的地区 这些摄像的摄像是一种小层的地区 也不知了一种地区 这些地区的地区 我的允典比利自己的男生 这呢什么意思呢 就是小说写到这里呢 就是有一身游人 豪华游人 MS Europa五星级的游人 慢慢地驶离上海的外滩 只是呢 一时傍晚花灯抽上 在霓虹灯照耀下的上海呢 晚露一个童话版的世界 两边霓虹灯啊 就是说黄浦江的浦东和浦西 两边的霓虹灯 把这个世界 把这上海 这个整个天地 照射灿烂无比 全世界都已晚 这个 但是这样的场景啊 在西方往往看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许多记者 西方的记者 他们并不希望把这些 传给他们本国的人民 他们情缘呢 他们更喜欢拍一些老旧的 肮脏的 马路啊 这三个马路啊 同时呢 也喜欢拍一些那些 还不够文明的人 以及他们的举动 以及他们的举子啊什么的 他还告诉他们的本国人 西方人 他还告诉他们本国的西方人 这就是现在的上海 为什么这样 请听一下 看起来 你只能有兩方的內容, 一種同一種同樣的同性 如果你是在前面的成果 或是在成果的領域 其他人的成果 第一是 是成果的成果 而是成果的成果 而是成果的成果 你能夠自身自動的 改善於是成果的 而是成果的成果 而是其他方法, 要求其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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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其他方法。 因此, 可以到其他方法的方法。 一些人是这样, 或是有个人的方法。 那是說 OK 這就是這段 submission 這就是說 在別人的成績和成就面前 有兩種方法 可以達到內心的平衡 看到別人所做出來的巨大成就 心理可以造成不平衡 但恢復心理平衡有兩種方法 一種就是看到別人的成果 看到別人的成績 承認別人的成績 然後改善自己 自己更加努力奮鬥 然後不斷地上進 以至於感傷別人 甚至超過別人 這樣就能達到內心的平衡 還有一種方法 還有一種方法 就是看到別人的成績 看到別人的成果 不承認 甚至忌恨 那有什麼方法呢 貶低它 誹謗它 把它說得一事無成 然後把它貶低再貶低 貶低到自己的一樣高度了 那麼也能達到某種心理的平衡 內心的平衡也就是 這不光是 某幾個人的問題 有的時候 甚至於整個 某個國家 它都會有這樣的表現 我再唸下去 瘋狂我 Risa,拜託您您不要,讓您再寂寂寞 如果他醒了,他把整個世界都抑震了 誰說過一段時間了? Napoleo? 這個男生很小,不僅僅大,但也在心臨 你ैzem、wie hätte er sonst hoffen können, dass die Chinesen——一开始 der Bewohner dieser Erde für seinen Wohl und seine Ruhe weiterschlafen würden?" 这段呢,我就说了 中国.... 我就这样写到 中国是一个純粹者的巨人 这打引号的是某人说的 请别叫醒他 一旦他醒过来的话 请别叫醒他 让他继续睡下去 一旦他醒过来的话 全世界都会发抖 这话是谁说的呢 纳波仁 这个人啊 我就说 说字话的这个人 就是纳波仁 他很渺小 这不但体现在他的身高上 大家知道 纳波仁的身高并不高 同时呢 也在他的心里 他心情比较狭窄 怎么能让一个 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的国家 为他们的安逸 继续去睡下去呢 许多人 一听到 纳波仁这句话 或者 一看到纳波仁这句话 就会欢心鼓 在中国 他们这些人 他们就会欢心鼓 哦 不得了 我们中国人真了不起 纳波仁 让中国人醒过来 今天就到这里 这里是在德国的上海老法师 袁弘历 谢谢你的收看 祝福你们大家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